歡迎來到執法教室101 今天要為大家解釋 白髮是否可以執法呢 答案是可以的 那我們要先探討一下白髮形成的原因 主要是跟基因老化有關 那我們頭髮之所以會是黑色或是褐色的 跟我們頭髮裡面的黑色素有關係 細胞的一些多化 會有種族不同頭髮顏色的不同 隨著我們的基因的老化 那我們頭髮慢慢的黑色素細胞會變比較少 自然它就會有一些白髮的形成 東方人來講比較常見 它會先從鬢角捏步然後再次我們後整部的部分 那因為白髮在做分離的時候 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手術前會將頭髮先染黑 方便我們分髮室去做一個分離的一個動作 確保我們每根頭髮都不受損 那白髮也可以完整保留下來 種植的時候 不會把白髮種在我們的前額 看起來才不會先老 之後如果想要黑髮的話 盡量挑比較天然的一個染劑 做染髮的一個動作 如果有任何執法問題 歡迎加入我們的LINE好友 或來電詢問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個讚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執法教師101下次見